川普正宜现在私底下已经直接在跟各国的领导人在联络 那想要阻止这个问题 那就老师所了解的 川普还没有上台 他有办法阻止拜登 想尽办法继续升级战争这个部分 其实我在想川普可能最直接就是恐吓责任司机 那就看你要不要接受他的恐吓 或者怎么样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性在 我觉得川普如果要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应该是 就是你讲的 对俄乌的两个的领导人 直接的沟通 他有跟普丁打电话 就算后来否认了 对但是我相信就算这两个人没有直接的通话 透过周边的人的这种密切的联系 这是绝对有的 所以我觉得川普的 如果要把主导权拿回来 那起手势就是 我就公开的跟普丁讲话 公开的跟隋忍实机讲话 就是告诉你们两个都不要轻举妄动 一切等我上台再说 那当然这个 这个当然也间接的 不会是间接 直接的打脸拜登 对的情况 那就要看 就要看这个现在的局势升级到什么程度 那maybe还有 还有一个情况是 那普丁他会不会 自己通过别的管道 来寻求川普的协助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我们或许大家可以提到 就是这是这两天的路透社提出来说 什么普丁已经有考虑到 这个所谓的和谈方案啊 等等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那个某种程度 某种程度就已经在做这样子的一个 你的意思是说上边在放风声啊 对对 我已经在做这样的酝酿 那个放风声 其实都不是剑指现在的恶务 我觉得就是在剑指 你拜登政府 这个时候 不要在这边这个三崩点我 或者是这样才 你这个看守政府在那边乱 对对对 你不要在那边添柴火 来乱战局 就是你应该就是 现在的放着 等我川普上来 而且人家普丁也准备好了 要跟 透过川普来进行和谈 和谈方案也有了 等等等等之类的 所以 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看新疆有这样的起手势出现了 那接下来就说 那你要看责任司机 这边的动作会达到什么程度 那我也相信 川普确实会跟 泽伦司机这边 去做某种程度的 我甚至不认为是叫做沟通 叫做呛声 就恐恶你 对就是 因为上次 泽伦司机去见川普 回来那点 泽恩错 你就不给你钱 不给你人 就叫你 这个 对泽伦司机 川普是非常急言力射的 对 而且是对泽伦司机来讲 那个 川普开的条件 可能不是 不是他认知的和谈 的条件 对 可能是泽伦司机没办法 吞下去的和谈条件 所以一定很难看 那 我相信以川普这种 就是这种交易式的谈判方法 他搞不好就是在拉高更大的价 就你泽伦司机说 你在这样子 这个跟着拜登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去不断的去 升级 对升级的话 那 那个等我上来之后 我可能 我可能的条件 就比现在更差 那你真实意要不要 所以我相信他手上还是有一些 他毕竟不是先任总统嘛 所以他手上有用的就是这些准外交的谈判工具 还有他个人 在国际社会上 这种很著名的行事风格跟个性 他个人那个站在那边就是一个贺阻性了 我常讲说川普的贺阻 来自于他本身就是贺阻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他现在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其实摆在哲伦司机面前的是 你要信川还是信拜 因为他现在明显选择信拜 对 金主任的讲法应该是说 你要不要选择在 现在剩多少天 三十几天 你要不要选择在三十几天之后 跟川普当朋友 你现在如果继续的跟拜登这样子的起舞搞下去 那川普可能就认定 那你就不是 你就不是我 不把我当朋友看嘛 那1月20号之后 我也不用跟你客气了 那你泽伦司机要玩到那个程度吗 玩到跟川普还没上任之前 你就跟他撕破脸吗 那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常常讲的 就是川普本身就是一个贺阻 不用其他的工具 他自己就是一个贺阻 那你想你刚刚你刚刚讲的也对 你看全世界现在都在面对川普海啸做因应 有谁敢在这个时候跟川普撕破脸 那你泽伦司机敢吗 所以其实或许就是最大的一个回旋的工具 老师那我在想现在最大的矛盾点会不会是 因为拜登的60亿美元也还没全部到位 他一定是逐步交付 对 但是他一定会加速交付的速度 那所以对泽伦司机很难 如果他这个时候停止了拜登的指示 因为拜登说你可以允许远程武器 不是说你可不可以 是叫你用 对 这是大家了解 大国外就是这样 对你可以使用了 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使用 你可以是废话 是你用 大国外交博弈对小国就是这样 他是以止气势 你用嘛 所以他得用 所以这就形成一个矛盾点 拜登就说你用 那我就继续给你 那你不用 那可能他就不给了 所以其实对泽伦司机也很难 现在非常难 其实很大的困境 那如果我是泽伦司机 我们一滴而出来想 如果我是泽伦司机 那我就是想办法再拜 我现在的压力可能不在之于普丁哦 我现在压力就是来自于你刚刚讲的 我川普跟拜登路线的选择 那我就在中间玩杠杆平衡嘛 如果川普的这边的阵营的人来跟我讲 我说那这样子 第一个你要告诉我 如果拜登61没有结束 你要不要延续把 至少把热灵61的这个相关的东西 即便你胜负上来的时候 还是继续到位到底 你愿意那我就先不用 对不对 你不愿意那对不起啊 是你不愿意 那我只好赶快 赶快先要到拜登给我的东西啊 所以如果我是泽伦司机 我足够这个外交的 这种杠杆的平衡的话 可能这就是一个方式 同样的道理我可以在拜登这边做杠杠 但是如果你又是这个一边倒的压在某一边身上 那状况又不一样了 所以这有点像啦 就是你说台湾在美中之间 你要做一个杠杠平衡 或者是说你要特别压保哪边 这个没有对或错 只是说对责任司机来讲 他更大的问题是 他很清楚他的时间来日无多 因为小川普那个呛吓真的很有威力 对对对 你剩三十几天了用钱了 对啊 所以你这个东西真的是来日无多 这个跟美中台不一样 美中台毕竟是一个长期重复的game 重复的赛局 对长期重复不断重复的赛局 可是这个很清楚 你的赛局的终点就在那个1月20号那一天 所以你已经知道ending 你已经知道那个时间点在那里了 所以那个平衡的杠杆玩法就不一样了 所以就要看泽伦斯基或者他的团队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外交的思维 或者是说还是停留在俄乌战争的这种 战争式的思维 那就完全不一样 其实现在显然摆在泽伦斯基面前 最大问题是 显然乌克兰在这一局要取胜 几乎是没有机会 因为最近二军只在干一件事 加速扩展地盘 几乎是权限都在加速 就一样嘛 大家要干的事情都是一样 因为我在等川普上来之后 我要拿最多筹码 所以我就加速嘛 那对于责任政策当然压力就增加嘛 所以我要加速回击 那对拜登来讲 如果这时候乌克兰垮了 那他这个总统就惨了 他等于拜登不止你是一个 尤史亚民调最低的总统 也是一个可能会被认为 尤史也最失败的总统 而且可能会被认为是说 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失败 对就是美国在这个海外支援的战事 或者是间接投入的战事 没有失败过 结果你是失败的那一个总统 这个对拜登的 你说他的政治遗产 对整个的信誉 其实打击都是很大的 结尾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西肤弹性水嫩 轻松抚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修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名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